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三生三世枕上书热度已开始慢慢消退,但帝君和凤九殿下的感情,却一直是网友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凤九小狐狸的追爱片。 最近有点儿心疼。这二百年来看来你过得也不是很好,怎么和我预想的有这么大的差异。 我本想你在大婚之日选择积横,这二百年来,你俩应该是你浓我浓的状态。 怎么会是现在这种光景,当你告诉我,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时,我心头还是一紧,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你,你到底对我是友情还是无情。 我可以走了时,我又是一番难过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傻,到现在居然还相信你是爱我的,既然你让我离开,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再要你的任何东西,堵楼着给你的记痕用吧。 我很生气,将戒指放在茶几上转身离开,原来我们的前人只是我曾经那样的喜欢过你。 当谢姑仇告诉我,你将地位传给叶青蹄,神仙只有在快语化前才会指定下一任接班人。 我就知道不对劲,我去找钟灵知道了这一切,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,难道我就真的那么不值得信任,不值得依靠吗? 我决定去找你,带着你给我的半颗星座的戒指,我成功地进入了星光结界。 看见你正在和渺落大战,我会见挡在你的面前,如几百年前的十恶莲花镜,我仍是以你为重。 当渺落将你击落,我正好挡在你的面前,你担心我,我知道你不想我有事,我不想离开。 当你把生的机会留给我了。 当我明白这么多年我误会你了,我的心是很痛的,那种悔恨和痛苦交织的感情,将我包围得快要窒息了。 我明白你为我做了那么多,可我还在怀疑你,还在错过了这么多的时间。 现在即使你要愚化,也请你带着我,不要让我一个人。 这么多年一个人的苦楚我是明白的,是实提醒自己,忘了你,不要再想你。 可是身不由己,我根本无法做到,当明白这一切后,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。 你对我的爱,明明我也是感觉到的,可我偏偏是不敢相信。 白白让自己和你在这二百年的时间里相互折磨,你这样的人轻易不会许诺,有诺必见。 这样的道理我都不懂,真是糊涂透顶。 我既知道你对我是真心,又怎能舍你而去,就让我们一起面对渺络共同进退,生死相随。 你终于还是答应了,你说其实你在什么时候都想带着我。 我真的很开心,为什么我到今时,今日才明白你的心中只有我。 只要有你相陪,上穷必落下黄泉都行,可我们是神仙,我们没有必落黄泉,我们只有羽化。 我们一起羽化化为尘埃,只要我们心在一处,即便化成尘埃也无怨无悔,只要你不离不弃,我必生死相随。 再次睁开眼睛你却还在我身边,原来我们并没有羽化,有你真好。 现在你可以陪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了吗?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有你,随遇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 感谢您的观看